Action 又到了 这咋说呀 不管咋说了开场白我有点学不会了啊 汉人 中国古代汉朝 就是贵座 至于贵座是什么个做法 贵是怎么回事 做是怎么回事 有机会我再给大家演示 现在呢 我就是贵座的来到了插个杠的什么餐厅 我们今天点的菜有 水煮饺子 冰冻火腿肉 还有别人吃下的三位鱼和 图灵炸菜 配酒必不可少的花生米 好 菜点完了 饺子煮好了 我们先把饺子捞出来 饺子应该再煮煮是吧 我家的饺子 我家的饺子清煮 纯手工的 好 那今天我们来讲讲什么 哎我拿起筷子 有些那个细腥的 小粉丝们就跟我说啊 插个杠啊 以后啊能用不锈钢筷子用不锈钢筷子 说这个竹筷子木筷子 什么用久了回产生 产生小生物 这是我刚刚不稍微解释一下 这不是对于错的问题 我也想了 中国人坏的研究了研究多少年 咱先不管 从有块啥时候有啥时候不知道我只是 现在的接下来一分钟说话呢 说这块的事呢 我仅仅代表个人一家 不锈钢的也好 铝的也好 金属的也好 大家都认为或许那东西还好 当刚刚人呗 竹筷子 或者说好的木头筷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两千年的文化 别那么清理什么两千年 五千年的文化 别那么轻易丢了 那样做 必然有他的道理 那你看最近我说 最近我发现这个跪足 一开始跪着我跪得很不舒服 现在跪着吃饭我发现 真的感觉很好 真的感觉很好 大家不妨有机会的 也是 老坏的事情讲完了 不要用最近 几百年的科学 来侮辱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啊 所以说有些该保留的 咱保留咱先不管了对与错 不管了好与坏 为呀 既然他能传到今天 那必然有他的道理 这些东西其实你我这些凡复俗子能理解上去的 对不对 不过呢 还是谢谢中国 因为毕竟是 你是对我好的 你意见对我好 比如说钢哥是只狼 钢哥就想吃肉 你跟我说 哎呀 吃点胡萝卜吧 因为你是一只小兔子吧 没事 钢哥 行义领了 好吧 接下来我们开始逼逼正规话题 你能拿块醒目 书屋街前门 刷个钢又到了 在达拉斯旁边的一个小镇 他在这里休息的一天今天下午我去干嘛 我去北美最大的要什么 叫我 北美最大的 我们逛了一圈 视频 想看 我剪辑那个太多了我慢慢给大家看 里面的风景 哎呀这不说先不说先不说 今天我的心情比较复杂 因为啥 还没喝够 今天嘉宾家里有点多 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想说啥 对 今天说说的 我第一次开卡车 的故事 不是 第一次开卡车我很搞笑 我呢 只能跟你说我见过的 我也只能跟你说 我还记得 现在呢外面 气温降下来了 也很美 我这边看着西洋你们看不到 我这边看着西洋 吃着饺子 啊就这种感觉啊 饺子继续煮 咱煮不烂 咱就烙十分钟 我再慢慢吃 但现在呢因为什么 我只要我还一交窗户 那是两分搜搜的 很舒服 但是呢 这边一个瑞福那边一个瑞福 还头痛 或许他们能不能吵着我呢 不管他们吵不吵着我 为了我说法我还把上帝脱 太热了 吃个饭不容易 好 我第一次开卡车 先别说我第一次开卡车 第一次开小车吧 我第一次学车呢 是在中国 学两个小时 学两个小时之后那个人说你这不像你是第一次开吗 我说是 他说我不像第一次开 说我在骗子 我说我真是 没了 那是我的蹭上人家车啊 学车 我蹭上人家的 我也开开 开几分钟 十来分钟 那还是20 2002年的 那天吗 然后再说第1次开小车 第1次开小车我就牛逼了 我觉得有能力买了 我直接买了一辆 那时候我还没驾照 买了一辆我就跟那女的闹车 闹什么 哎呀说起不是第1辆小车又一段 又一段不可交着的事情 我的小车很牛逼了 我小车牛逼什么 大家都看我投闻自己 对不对 同志里面看我 能够自己 因为要 我就是那种A86啊 我那是89年产的 是A89 油门 一红 7500转红表 小车7500转红表 平时带数别人带数600转对 平时卡车600转 小车1000转 我那带速带速 1200转 红表 真爽 后来了我把 调了什么 有天窗那俩 那俩都 巴巴巴 起料那种 感觉贼爽 结果呢 那车咋没的 我是一点想不想那车咋没的了 满脑子没记忆 那些02年一来温哥华的时候买车 买 12年买的车 当时卖我车呢 也是个小姑娘 他说 当时呢 卖车那也是个小姑娘加拿大人 他说 我为了爱情 要去 澳大利亚 我一看他这车必须卖 我怎么样 想把加强 要2000块钱 还是两句 要2500块钱 我想能不能把加强 当时我已经查了那个年代车应该差不多3000块钱 我讲的他要2500 这花生米 我日年二大呀 吃个脚子 吃个脚子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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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花生米皮给呛着了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做事要认认真真一心一意 否则 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言归正传 说到我们的 当时呢 卖我的车呢也是个小女孩 跟我年龄差不多相仿 但是老外加拿大人 他说 我卖车不是因为车不好 我卖车是为了我的伟大理想 我卖车 是要去澳大利亚 追随 我的Lover 什么意思 他有个男朋友他交在网上交了一个男朋友那时候我们实行网恋2002年的那一场学对我们实行了网恋 我说 我想是价格便宜点 那看来还是肯定要卖 往下便宜点不错 咱们开始套进 哎呀可是我现在还不会开车你能不能教教我 电话 如果你要确定买的话可以也没问题啊你教你话很简单几个小时我说你的手动挡的还不是一半好 我都问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说我会开车只是这里没驾照而已 我说的是啊 因为我在国内我跟你说了我不说开我十分钟车我会开啊 我没说说 然后他又过来了 两次啊 第1次 带我上波你就是带我转转我起起步什么的稍微 肯定一看什么起步肯定当当学习养思乎他又说 这次OK 浪漫 这次看不到 你能还能一看逼的 这是什么都被你就是这个 哎 放松一点吗你可以的你可以可以可以的我一下 慢慢放松的感觉找出来了离合机知道了怎么控制了没有方向蛮弧的稳呢 我拐弯不愁啊 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不都不怕啊 我几个学的好吗 对不对我知道你车在什么地方四个角色怎么管怎么过吗对不对你前面过去 平时没什么想了想的多了 交流两次 回来了 第3次过来 你说为什么要第3次过来 第3次过来我付钱了买了 这中间我们俩一边到一边开车一边老科 就跟他说我说了一句 特别感人的话 他说 然后去那澳大利亚找我的男朋友 我们已经在网上 聊了一个聊了 聊了多久我忘了 聊了很久 我想去找他他也让我过去他说他养我 也没人这个养我也是我鞭打也没有 他就是两人说关系好要过去 我说你过去怎么谋生啊 我还我就跟他说了一句 贼牛逼的事 那时候我英文还不咋地但他听懂了 为啥呢 因为我刚学了一个单词叫warranty 去买东西吗 我有warranty 我就跟他说 yeah everything 没有purchasing the stuff has a warranty but love is no warranty 你们现在很相爱 但是 没有warranty 就是没有保险 你买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好一年保收期 你去在加拿大很多地方买 你前脚买了后要退都可以 他有个退货期 我当时那姑娘感动了 直接跟我说 我说 便宜点吧 reasonable 可以 我说那你可以多少 他说两千五 从三千块钱 一开始就问上 因为他直接跟我说 你知道呢吗 这个车市场价3000块钱 我要2500真是实心实意的想卖 但是这样吧 我也教你2000了 我也不可能再耗下去了 你真心想要给我说个价 我说2200吧 我说2200吧 我这人也实在 我也不敢跟人看太多 因为那车确实值那钱 而且 你知道吗 人家二话没说 当时我就惊讶了 就 我有点suprise 我说是不是会说价说高了 后来我想 不是 他跟我说一句话 有人在想会吧 我希望我不会回来一直在流 一直累的老大利亚 我说 也祝贺你 希望你可以 跟你心爱的人 永远在一起 幸福 快乐 不过